有提到的一些觀念 那你可以自己再翻書 主要是 主要 因為你們自己看書也許做不出來 那我們主要的 目標就是教你怎麼做 因為有些同學看書做不出來 那我就最重要的 我們的目標就是 把書裡面的範例 教你怎麼做就對了 還有呢從書裡面 它可能方法我是覺得不OK的方法 那我把它改成我覺得比較OK的方法 可能當成基本 不然的話自己要找一些 教材 可能還蠻辛苦的 那另外的話我們也可以延伸上學期的東西 把上學期的東西 拿到這學期 也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因為這個Jungle主要就是讓你 在那個網頁上面可以看到 你要看到的東西 就是架設一個網站 那架設網站就是除了電腦上可以看 手機上也可以看 反正只要放在網路上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很方便存取 也就是上學期 Python呢只能夠在我們電腦上執行 RUN出來而已 但是這學期的話可以再進一步的延伸出去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繼續 再來看一下那個剛剛 開發環境 最後我們上禮拜這些都已經RUN過了 Python Jungle 安裝 然後Eclipse Eclipse 外掛這些 如果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請看上個禮拜的影片 再來就到這邊了 Eclipse 怎麼樣 你把它打開之後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Eclipse跟Python目前還沒有連在一起 你必須怎麼樣把它們連在串在一起 告訴他說什麼 你的那個環境放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你記得開啟Eclipse之後 Velcom先關掉 它就會打開這樣的環境了 OK 不過你們可能會比較緊張 因為有些同學都沒有用過的話 會對這個環境不守 不過上學期有上應該對這個不陌生的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記得設定環境 設定環境請你在Windows 這個 Python 這個地方 把它點一下 不過上學期我們是用中文版 中文化版本 那這學期我是沒有把它中文化的 不過你們大概記一下順序 其實如果你要把它中文化也不會很困難 只是說我好像沒講 不過我之前在教那個Android 就是手機App的時候有講過 不過我們暫時也許先用這個版本 還是說 需要兩個版本嗎 還是統一一下好了 反正就 現在比較流行國際化 是不是 所有東西都國際化 一般環境裡面還是 習慣上還是用英文的 不是說這樣 以後老闆會管你用哪個版本嗎 其實也不會啊 你寫得出來就好啦 所以不一定要拘泥啦 接下來就是Windows這個選項的地方 設定地方記得 請你再做一件事情 跟上個學期一樣 在這邊有個 py.div py.div裡面 會有一個針對你的那個 Python 你的Python的目錄放在哪裡 你目錄裡面會有一個Python的執行程式 也就將來我要Eclipse要把你寫好的程式 丟給哪一個Python執行 那你要告訴他說你的Python放哪裡 所以呢請你在什麼呢 這個地方 所以這可能也要考一下大家記憶力 這邊 這邊對不對 進到這裡 往下找一下 py.div 然後呢找一下什麼 interpreter interpreter這個 然後呢把它點下去 理論上呢 你這邊呢再展開 還沒有 展開之後的話呢 還有一層 叫Python的 這個叫interpreter 這邊喔 所以喔 這要好幾層 Windows 這個 進到這邊 再到這邊 再到這邊 那記得因為我這邊已經設定好了 裡面呢記得你要有東西 也就告訴他說呢 你的Python目錄 底下的那個exe在哪裡 所以我先把它做remove好了 remove一下好了 重來一下 new一下 告訴他說 喔 browse一下 我那個目錄是放在 我滴疊底下的這個 Py32這裡面 找到他就對了 主要是告訴他說你的Python的執行程式 放在哪裡的意思 OK 那他就會幫你找到 並且呢 直接怎麼樣 幫你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他也會順便去找一下 在Python的執行程式裡面 有哪一些他需要的韓式庫 Library裡面呢 他就會全部幫你引用進來了 這樣子的話呢 才叫做Eclipse跟Python串聯喔 這個部分 這個步驟呢一定要做 如果你沒有做而且 OK 找到按 OK 他會自動去找一下 你的DL在這裡啊 你的Library在這裡啊 是不是 還有他把Jungle也找到了 按OK 這樣子的話呢 底下就全部幫你引用進來了 那你就是同意一下 然後呢 這樣環境就ready了 不過我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們目前喔 在低疊底下 一個Jungle 一個Python 那所以如果將來要做懶人包的話 變成要分兩個目錄喔 有沒有 兩個目錄要分 要變成你要下載之後 下載在一起 把它麻完 所以我乾脆喔 我的習慣這樣 乾脆把這個Python怎麼樣 搬到這裡面算了 有沒有 因為乾脆以後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包成一個懶人包 放在雲端上面 不過這個已經使用了 我先把它再取消一下 記得喔 從這邊喔 先把它remove一下 然後 把這個先搬到裡面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把它把它複製過去 如果我把它設定 我把它放在裡面的話 那以後你要找的那個目錄 你的Library就要在這個裡面去找 那將來喔 如果測試成功之後呢 我會把我做好的這個環境 會幫各位壓縮成一個壓縮檔 然後呢 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們之前做不成功 沒關係 你就把我這個下載下去 下載到你的第一點解壓縮 那解壓縮之後的話 你還是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你的 因為我剛剛是把那個什麼 這個Python這個環境丟到裡面 所以將來喔 你只要打開Equibus 第一件事情記得怎麼樣 去找到你的那個路徑裡面喔 這個這個路徑喔 記得new一下 是在哪裡呢 我是剛剛把它丟進來 所以在這個裡面的 這個 這個Equibus目錄裡面的這個目錄 把它點一下啦 按開啟就可以了 他一樣會找到喔 剛剛那些韓式庫 然後把它引用進來 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直接把 Equibus跟那個Python 把它串在一起 那這裡我想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設定的環境是在那個 另外一個目錄啊 就是我把它分成兩個 那我現在把外面那個 搬到裡面好了 也就是我全部放一起好了 反正以後呢 懶人包這樣包起來 以後你們如果下載我懶人包 解壓說你要記得 Python在這個目錄裡面就好了 Jungle也在這個目錄裡面 反正都已經裝好了 那你只需要做什麼呢 連結它 找到剛剛那個路徑喔 記得那個路徑是在 Python 這個 找一下 它的Python在這裡 PyDiff 然後這個 這個 new一下 找到我們剛剛 記得喔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搬到 我的Jungle Equibus Jungle目錄裡面 那找到它 直接找到它的Python執行檔 開啟就可以了 按OK 它就會幫你找其他的韓式庫 那一樣按OK 接受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恭喜你喔 你就等於是把 Equibus跟Python 串接在一起了 也就是說你 反正第一步一定要這樣做 不然的話 如果即便你做對了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之前上學期同學是沒有 這一步沒做對 一執行的時候發現什麼 那個程式 即便你程式寫完了 也沒有錯 但是它就沒辦法執行 為什麼 因為它找不到 Equibus找不到Python 因為它兩邊是分開 你只是利用Equibus 幫你寫程式 但是你要執行程式 還是要找到Python的目錄就對了 好 那再來的話 還要再做第二件事 什麼事呢 因為我們上學期有特別強調 就是因為呢 這個開發環境 它預設的環境是那個 MS950 就是 那個 等於是我們現在用的BigFi 就是微軟的那一套 那請你特別注意 要把這個環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UTF8 那UTF8的話呢 要在哪邊改 請你在那個 這個一樣的那個 剛剛的設定裡面 Windows裡面這邊設定 找到 General 一般 裡面也叫Workspace Workspace 就是工作環境 那記得 它預設的環境是 那個Default Default指的是預設值 預設值呢 是MS950 原來這邊 記得找一下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底下這個 Other 那因為我們上學期 上課都有特別強調 請你用哪一個 對 沒錯 就這一個 反正呢 上學期間好像特別強調 反正你會有亂碼 不就是你用到UTF8 但是顯示是MS950 要不就剛好兩個顛倒 反正兩個Match的話 那基本上呢 就不會有亂碼的問題 那如果避免那個亂碼 盡量就是直接用UTF8就好了 OK 然後按這個 這個 同意然後並且把它關閉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 就完成設定了 那這個環境呢 就OK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 他是OK的呢 其實 我這邊好像雲端上也有那個 就是 上面是把 那個Python的執行檔 跟函事庫加進來 另外的話底下 這個就是 如果說我要去測試的話 那我就新增一個專案 所以這邊的話 一個新增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 就是TestJungle 比如說我今天要測試一下 那我確定有沒有成功的話 怎麼去測試呢 一 請你先新增專案 那新增專案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New有沒有 New這邊 他這邊應該要有個Jungle的Project 不過目前這邊是Java 因為我們下載的時候 主要是開發Jungle 不開發Java 只是我們還改 所以呢 要怎麼做呢 請你找到Other 其他的 新增專案裡面的Other 然後呢 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邊有個PyDiff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個Jungle的專案就在這邊出現了 所以特別是喔 你可能要選 你New一下的時候呢 找到Other 其他的 然後呢 Jungle的專案就在這邊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下一步 然後呢 給他一個專案名稱 專案名稱的話呢 我叫做Test TestJungle或Test 假設簡單一點 Test 測試 那其他都不改 不過一般會改這個 要不要加一個 CREATE一個Source 一般是 頂多是改這個 CREATE一個Source 的Ford 這個Source Ford 他會自動幫你加一些需要的東西 OK 好 這個改一下 這個改一下 其他都不改喔 按一個NAS 然後呢 再一個NAS 這其他要不要 參考的 其他專案不要 然後呢 其他的話 就Finish就好了 這個這個是資料庫啦 不過目前我們還是 不太 他會自動幫我們加一個資料庫 好 Finish之後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 我們就已經 建立了一個 這個專案 他會跳出這一個 這個就 Remember好了 這個就 他要我們怎麼樣 這些相關的 OK好了 Open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會已經產生一個專案了 那這個專案裡面喔 大概就是多一個Source而已啦 其他大概就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做測試 那請各位 先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做的動作 裡面確認一下 這個 剛剛主要改這邊是 Geno這邊有Workspace 然後剛剛這個地方改 再來就是 New一個新的專案 專案的話 從Other這邊找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好